Pranarogis 我是阿裕菲陀医师Jolai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练习 平坚Vata能量的 阿裕菲陀瑜伽 让你能够在起风换季时 或是遇到事情时 强健你的心智 稳定你的心性 让你不再容易心慌慌 首先我们将身体带到一个舒服的坐姿 感受身体与大地的连结 慢慢地调顺自己的呼吸 接着我们要进行一次的 Brahmanipranayama 风鸣式呼吸法 让我们一起吸吸在这边 吐气时发出像小蜜蜂一样的嗡嗡声 自然的呼吸 感受体内的正平 接着慢慢地张开眼睛 感受这个当下的你 起身将身体带入孩童室 在孩童室 吸气不顺的人 可以将意识放在你的上背 肩胛骨中央的位置 感受那个点 吸气就会慢慢地被调顺了 准备好要开始今天的律动 每一次吸气自然的吸气 来到O4 每一次的吐气 肚子内收 做回脚跟孩童室 吸气O4 吐气吐干净 4到5拍 做回孩童室 重复这样子的律动 完成最后的一次吐气 来到孩童室 我们接着要加动作进来 吸气回到O4 吐气将坐骨带入天花板下犬室 吸气膝盖着地回到O4 吐气孩童室 每一次吐气时肚子内收 4到5拍 吸气O4 吐气下犬 重复下犬 重复这样子的Flo 这样子的律动 吸气时 膝盖着地O4 吐气孩童室 停留在下犬 三次的呼吸 每一次的吐气将肚子带入你的下背 腹部内收 让你的吐气完全的排空 当你完成第三次的吐气后 准备接下来的律动 先将左脚并向右脚 下一次的吐气时 将你的右脚踢向天花板 脚跟向上踢 吸气时 左脚脚跟离地 吐气时 左脚脚跟踩回地面 重复这样子的律动两次 吸气颠脚 吐气 左脚脚跟踩回地面 感受大腿后侧的伸展 再一次吸气 吐气 下一次吸气时 右脚踩入两手中央 左脚脚趾头转向侧边 右手放入下背 吸气时 左手将身体带上来 吐气肚子内收 前弯 每一次的吸气 右脚膝盖弯曲 帮助你站得更稳 站起来 吐气 五到六拍 前弯 记得每一次吐气时 身体是先向前方延伸 再向地面移动 最后一次 吐气 五到六拍 完全地吐干净 吐气结束之后 身体带入下犬式 记得在下犬式 我们的两只手掌外侧 压向地面 借此减轻 累积在肩膀与脖子之间的压力 三次的呼吸在下犬式 将你的身体 以及呼吸做恢复 准备好之后 右脚变向左脚 吐气将左脚脚跟 踢向天花板 吸气时 右脚脚跟离地 吐气踩回地面 伸展大腿后侧 吸气右脚踮脚 吐气踩回地面 吐气踩回地面之后 下一次吸气将 左脚带入两手中央 右脚脚趾头 踩向侧边 左手放下背 右手向前延伸 将你的身体带上来 吐气时 右手向前方 向地面延伸 吐干净 吸气时 左脚弯曲 我们将身体带回原点 吐气 身体向前方向地面移动 肚子内收 吐干净 吸气自然的吸气 每一次吐气 五到六排 吐干净 接着双手着地 将身体带回下犬式 三次的呼吸 再下犬式 你可以微微调整你的身体 将身体带到一个稳定的位置 每次的吐气内收 吐干净 当你完成你第三次吐气之后 眼睛看向两手中央 你可以将身体用跳的跳入前方 或者慢慢地一步一步走过去 吸气 身体来到Tadasana 将你的呼吸 将你的身体做调整 当你不再感到头晕之后 开始移动 调整两只脚中央的距离 吸气时 身体向天花板延伸 吐气时 肚子内收 向前方 向地面移动 两只手顺着大腿后侧 来到脚跟 吸气时 两只手顺着大腿后侧移动 向外展开 吐气时 外旋之后 两只手顺着大腿 站姿前腕 吸气 双手张开 将你将胸口 以及上背打开来 吐气时 肚子内收 四到五拍 站姿前腕 手方在大腿后侧的 移动方式 可以帮助你的身体 保持稳定 可以加深你的伸展 大腿后侧很紧的同学 可以将膝盖围弯 他可以保护你的身体 让你不会过度的伸展 我们在这边 两到三次的呼吸 每一次的吐气 吐干净 当你完成你的第三次吐气之后 下一次的吸气 身体向前方延伸 站回Tadasana 吐气时膝盖围弯 先带入幻椅式 再慢慢的向前方 向地面延伸 暂直前腕 一连串的动作 吸气 膝盖弯曲 先来到幻椅 接着回到Tadasana 吐气 先进入到幻椅 接着站姿前腕 我们运用这个律动 让身体跟大脑知道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吸气 身体向前方 来到幻椅 接着Tadasana 站姿 吐气 进入到幻椅 身体向前方 向地面延伸 站姿前腕 下一次的吸气 我们直接将身体停留在幻椅式 自然的呼吸 你可以微微调整你的姿势 让你可以舒服而稳定的停留在这边 五到七次的呼吸 每当你的身体开始抖得很厉害 每当你开始自我怀疑时 请将注意力放到你的腹部 放到你的肚脐 每次吐气 肚脐完整的收入下背 吐气排空一切 每次的体位 都要让你能够稳定你的肉体 稳定你的心性 舒服的停留在这边 当你完成最后一次吐气之后 吸气 双脚伸直 吐气回到Tadasana 自然的呼吸在这边 感受你与地面的连结 与大地的连结 在几次自然的呼吸之后 先确认自己的身体不再头晕 先确认自己的左右侧身体是平衡的 吸气吐气是舒服的之后 将两只脚打开 脚趾头先离开地面 接着确保你的脚掌 站得稳之后 再将脚趾头放下来 稍微观察一下 我们两只脚内侧的平行线 无论往前或往后方延伸 都不会相碰 接着吸气将脚跟踮起来 吐气踩回地面上 我们先重复这样子的律动两到三次 吸气踮脚 吐气踩回地面上 让身体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之后 下一次的吸气 将你的脚跟踮起来 脚跟离地 双手上抬 心脏不舒服的同学 呼吸不顺的同学 请不用将手举起来 手放在身体的两侧 张开来帮你保持平衡就好了 眼睛看向前方一个不会动的点 将你的心安静下来 给自己一个微笑 确认你还与你自己同在 自然的呼吸在这边 停留五到七次的呼吸 身体的不平衡来自于心的杂乱 将你的心安静下来 透过注意力放在肚脐 我们让我们的心专注 越常专注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智 我们的心性 就越常能够保持在稳定的情况 下一次的吐气 身体脚跟回到地面上 自然的吸气在这边 确认你不会头晕之后 再继续接下来的动作 接着我们将身体带向地面 两只脚伸直 右脚弯曲 我们将右脚跨过左脚踩在地面上 伴鱼王式 伴鱼王式是一个扭转的体位 记得每一个扭转体位 都是将腹部带入大腿 所以我们吸气时 右手向天花板延伸 身体向天花板延伸 吐气时将左侧腹部 带入右脚大腿的方向 再一次的吸气 吐气左侧腹部 再一次的带入右腿 最后一次吸气坐直 吐气 左侧腹部带入右边大腿 身体可以看向后方 接着下一次的吸气 头转向前方 看向你左边的肩膀 眼睛闭起来 将注意力放在额头 或是第三眼 每次的吐气 你可以唱颂出来 也可以做内在的唱颂 吴气 重复你的内在唱颂至少三次 接着慢慢的吸气将身体转回正面 眼睛看着前方一个不会动的点 帮助你找回平衡 帮助你找回左右侧的平衡 接着我们换脚 左脚弯曲 跨过右腿 右手扶向你的左脚膝盖 吸气时左手向天花板延伸 吐气将右侧腹部带入左大腿 再两次 吸气身体向天花板延伸 吐气时右侧腹部带入左大腿 最后一次吐气时转向后侧或是左方 两到三次的呼吸在这边 让身体习惯这个位置 接着我们吸气 头转向前方 看向你的右侧肩膀 身体稳定了之后 舒服了之后 开始带入你的内在唱颂 Ong 注意力放在额头 第三眼 每一次吐气时 唱颂 Ong 内在唱颂三到五次之后 自然的呼吸在这边 自然的呼吸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着我们下一次的吸气 让你的身体能够做恢复 让你的身体能够做恢复 眼睛轻轻地闭上 身体肩膀被大地所承载着 感受你的脑勺后侧 大脑全身的器官 被大地之母所拥抱着 允许自己将所有罪禁 困扰自己 脑人的情绪 脑人的事件 透过每一次的吐气 带回地面 允许你的每一次吐气 帮你代谢掉一切 允许每一次的吐气 帮你释放掉一切 慢慢将意识带回你的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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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气到脚掌与下半身连接 另一次吸气到手掌与你的上半身 做连接 你可以动一动手指头脚指头 将自己轻轻地唤醒 当你准备还要坐起来之前 请先将身体带入右侧 侧躺在右边 进行两到三次的呼吸 接着用一次的吸气 将你的手推入地面 身体坐起来 带入一个舒服的坐姿 接着我们要进行三次的 纳迪索达纳日月呼吸法 请先将你的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弯曲 大拇指等一下会盖住你的右边鼻孔 剩下两根手指头 会盖住你的左边鼻孔 不需要压得太大力 轻轻地按住就可以了 当你准备好之后 请先将身体坐直 释放左边的鼻孔 吸气 接着左边鼻孔遮起来 右边鼻孔吐气 右边鼻孔吐气 盖住 左边鼻孔吐气 左侧鼻孔吸气四拍 右侧鼻孔吐气六拍 右侧吸气四拍 左侧吐气六拍 最后一次 左边吸气四拍 右边吐气六拍 右侧吸气四拍 左侧吐气六拍 吐干净 接着你可以将手放下来 自然地呼吸 感受这个当下 你的身体 你的情绪 你的能量 接着双手合十 接着双手合十 陪伴着你 度过每一天 陪伴着你 一起进行今天的练习 namaste 未经许的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